5月29日某奢侈品品牌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新店开业仪式 吸引了包括好莱坞巨星尼古拉斯凯奇、Maggie Q 以及国内当红艺人吴奇隆和马苏 一时间星光璀璨 已经六次来到中国 尼古拉斯凯奇还学会了不少汉语 作为第三次的上海之行 凯奇又对上海话好奇了起来 于是在现场他也来了个现学现卖 今日有媒体拍到吴奇隆和马苏逛街至深夜后 两人一起回家 疑似地下恋情曝光 而此次两人的携手亮相 自然也吸引了所有媒体的关注 现场两人也是不具绯闻 常常交投接耳 笑语拼拼 这户感情还真的有些超越友谊的嫌疑 你呀 说话 我呀 我喜欢珠宝 我以为你要给我买 对 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最棒的细节 他最棒的细节是领带只带了三分之一 而我最大的细节 对 把领带气腰上了 对 没错 吴奇隆目前正在赶拍《步步惊情》 不过下一部他投资的古装喜剧 也即将在下半年启动 只不过这一次将不再延续上一部白发魔女传的阵容 女主角并不是马苏 现在很顺利在筹备当中了 那应该 大家再等一段时间吧 可能 下个月就会有一些新的消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问题特别好 回来回来 我跟马苏我们另外有不同的计划 我们会有一些 希望明年可以有一些新的安排 这样可以吧 我们的友谊是第九天长的 就是随时都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的机会 所以我不怪他 虽然此前 吴奇隆和马苏的感情绯闻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两人到目前为止 只肯承认大家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对于和孔令辉十年感情 今年将修成正果的传闻 马苏也当即遇了否认 至于吴奇隆对于自己的感情问题 他更是挪于记者来逃避话题 谁报的 谁 是谁干的 是谁报的 你有这个机会吗 没有 吴奇隆你的爱情节目说开话节目呀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开话节目了没有 好我们再说